被视为诺贝尔奖前哨战的以色列沃尔夫奖 昨天颁发 五国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拿下化学奖的最高荣耀 为台湾写下了新记录 而国内学界也非常期待 翁启慧能够为台湾再夺下一座诺贝尔奖 在美光灯聚焦下 中研院长翁启慧 从以色列总统的手里 接下沃尔夫化学奖 成为台湾第一位 获得这项化学奖的学者 用多大奖 翁启慧不忘感谢台湾的栽培 在台湾的栽培 在台湾上 在学校中学校 在学校中学校 在7年后 在台湾的科学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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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慧是享誉国际的生物化学家 在糖分子的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他发明的一锅是酵素反应 以生物方式快速合成多糖分子 解决人工难合成多糖的问题 这项成就 也被应用在癌症研究上 为发展治疗方式 和新药开发 提供了新的机会 过去四十年来 一直专心投入化学研究的翁 启慧再度获得国际肯定 而以色列的霍尔夫奖 一直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前哨战 因此学界也期待 恭喜会能够为台湾奪下 第二座的诺贝尔奖项 绝对中不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